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去判断说 你有没有这个复健的一个潜力 如果说你这个抖 你头位置改变 症状就压下来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这个复健的潜力 还蛮有的 就代表说 你这个多巴胺分泌的这个机会 还是蛮有机会的 大脑它主要最高耗能 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基底核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小脑 那这两个地方 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性 就是都是在做一个踩刹车 或是协调者的角色 所以讯号进来以后呢 它又要加加减减加加减减 就好像我要踩油门 又要踩刹车 踩油门踩刹车 所以这个都很高耗能的细胞 那这些高耗能细胞 它特别又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立线体 所以当我身体有自由基 到我的身体以后呢 这一些位置的这个大脑细胞 就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肌底核被影响 它有可能就会产生 类似发心思症的症状 或是说 它有可能是会产生一个 红灯被影响 或是绿灯影响 绿灯影响就是类似发心思症 那如果红灯被影响的时候 它就是没有办法踩刹车 所以它就会有手足舞蹈症 或是多动症 这些现象就会产生出来 所以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关键在来就是说 你的这个细胞是需要很多的高耗能 那高耗能就是它背后 就是说直接就是 你的这个力线体到底够不够 那力线体为什么会不够 为什么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能量 来维持这个细胞的这个健康 那又跟你的身体 是有很多的自由基 或是因为有毒的物质进来以后 就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那你的这些力线体 或是细胞的蛋白质 就会快速被氧化掉 那迅速的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比较是跟力线体的一个连结 其实很多的问题的根源 都是在我们力线体先产生问题 细胞才会退化 这个主要主要就是说 你要活化力线体的策略 就是说 第一点我要减少自由基 那减少自由基说 你的生活你要干净一点 所谓干净一点就是你的电磁波 你的这些蓝光 你吃的东西是不是干净 然后再来食物的选择 你是比较所谓的 你是吃太多碳水化的物 它产生太多自由基 那当然第二个层次就是说 我有没有身体 有没有足够的抗氧化的能力 抗氧化剂就是说 它其实是去解决自由基 就是说自由基是不成对的电子 那我抗氧化剂就是提供它电子 给它成对 这抗氧化剂我们就知道 有用吃的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讲骨头塞案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抗氧化剂 那或是说 我们常见的维他命C 这些其实都是抗氧化剂 或是我食物中的植化素 这些都是抗氧化剂 这是从吃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也可以用接地的方式 直接导入电子 这个很有用 那直接是中耳自由基的 所以它某种层次 它也是抗氧化 那氢气也是一种抗氧化 氢气它也是会中耳自由 它也会提供电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透过阳光的照射 那我们身体就会产生退黑激素 那这个退黑激素 就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抗氧化剂 它释放退黑激素 它就会去中耳这些身体的自由基 所以就是抗氧化剂 不一定是要你每天到 这些西药房去买一些银良品 来补充的概念 其实你都可以从生活中 改变你的生活作息 就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退黑激素的话 就是说主要就是说5% 是从我们的中国体释放 那这5%的话 主要就是也是因为 接收阳光的讯号 然后去调整身体失踪 然后另外95% 其实是我身体如果说 接收到魂光或是远龙外线的时候 细胞内它就释放退黑激素 这一部分是它的作用 是在做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说 晒早上或是傍晚的太阳 它的红光的组成就会比较多 所以它在产生抗氧化的能力 也会比较强 所以有些比如说有些癌症的治疗 它就会鼓励说 多去晒清晨的阳光或是细涼 因为它里面的红光跟红外线的组成比较饱满 所以它让你身体就会释放很多的退泄技术 然后去做一个抗氧化的功能 那个大脑的时空体 对那第二点就是活化大脑的话 就是活化大脑的话就是说 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这一块就是比较处于功能神经学的部分 那我是可以找到一个路径 那去活化到我大脑回路 那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在传统的附件 都是用所谓的肢体的附件 那比较算是本体感觉的一个输入 那其实我们的大脑最重要还有两种方式 比如说眼球的移动 不一样眼球的移动 它带动的背后是不一样的大脑回路 去驱动我的不一样的大脑回路 那还有就是一个前顶觉的一个刺激 我头部的旺动 这个也是一个大脑的输入 所以在附件的概念上来讲 我们如果说比较新的概念是说 其实我们要把一些精力 不能只专注在所谓的本体觉的刺激 传统的就是说 我就给你做电疗 或是按按摩 或是说叫你做运动 这个都是本体感觉的刺激 这个刺激就是说 其实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我们的附件不能太单一化 所以很多人当他 比如说有中风 或是有这些大脑问题的时候 你如果只做肢体运动 你其实没有物件到所谓的大脑 其实像眼球的动作 它带动的是不一样的大脑回路 或是前顶觉的刺激 所以他其实还有很多的大脑 罗瓦附件的空线在里面 所以我们仔细看 如果是巴西森症病人 第一点他看东西会有延迟 第二点就是说 他的眼球会错 会懂 我们叫做nystagmus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定住 所以你如果眼球一直在晃的人 你怎么有办法去走路 就是说你对外界 其实你的定位系统 空间的定位就出问题 对出问题了 所以你很难去迈出第一步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说 也是因为在肌体而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让眼球稳定下来 那怎么样让眼球不要这样晃动 那其实这是有办法 就是说我们从第三个 就是重塑我们的大脑时空的地图 所谓时空就是时间跟空间 然后时间的话 就好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说 听音乐要有节拍性的 节奏感强的音乐 这时候慢慢的在他大脑 导入一定的一个节奏感 时间的这个感觉会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要常常看一个移动物体 移动物体 那我就知道说眼睛就会慢慢的建立一个周遭的一个地图 慢慢的一个输入 单独了 您在这里再解释一下 对 主要就是说力线体的活化 我们刚刚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有讲到Biohack的概念 生物骇客的概念 所以就是说力线体你要活化它的方式 其实都是很多都是物理性的方式 因为力线体一个关键就是电子传递链 那电子传递链我们顾名思义就是说力线体它产生能量一个方式 电子怎么样在它的蛋白质它的这个力线体细胞膜上面去做电子传递链 所以你怎么样让电子能够传递得很顺 你怎么样提供身体足够的电子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跟你吃的东西关联不大 因为你吃的食物最后就是怎么转转转 转换到最后就是我的力线体只是要拿这个电子 食物中转换成电子 我要用这个电子 所以如果说我从接地也可以获得电子 晒太阳其实也可以有产生光电效应 也可以获得电子 那我如果说是有用减碳的方式 第一点好处是减少自由基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转换电子的效率也会上升 断食的话就是说 我让我身体有一个空间去消化我这个多余的热量 然后再来就是说 透过长期的断食我就会产生致死的反应 做一个身体的一个大扫除的一个动作 这也是我常常跟病人讲的 你要当你自己的医生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希望你离开他的 而不是占有你 所以我也是希望说我今天分享这些医学的知识给你 那你要当自己的医生 在这里谢谢李医师跟我们的陪伴 祝福大家真的得到健康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抗体越多造成更多的纤维化 这个跟纤维化跟很多很多病有关系 所以抗体不是越多越好 可能会伤害你自己 那这个当中也会产生血栓啊什么怪病 恐惧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 大家那时候也是因为恐惧 所以免疫力自然就下降了 有人说好 不打没事 打了呢 就得了 那这个是恐惧造成的问题 我们要问什么问题 哦 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跟我讲一次 人是必死无疑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死无疑 死不用学 我们要学的是怎么样好好的活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